政府主要官员一年三日走访全港18区 探访基层家庭、共庆新春 其中行政长官李家超、文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连同大埔区、地区服务及关内队伍 探访住在大埔中屋村的91岁后婆婆 了解她的生活情况 并且送赠何年福袋 表达特区政府的心意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连同东区区议员 和东区关内队探访在柴湾、万翠村的长者户 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 就探访牛池湾的基层家庭和长者